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是越來越厲害 這個國防部要備免我們社部的既定 給中國共同國無法蓋航 方向要在東部 台高山要去第六條 這個華東正比度 交通部長 翁國仔今天回應說是很幾次 而中共的軍機三天來 將近要100台來交流台灣 現在美國郭寶怡已經發表聲明 公開配平中國行為 國軍漢工三十七號煙熟 建基在屏東的加東正比度順利來啟動 也完成幾台湾五條正比度的驗證 不僅是目前正比度除了說加東是正道 火鍋 民鄉 麻豆 認得這都是高速公路 國防部也打算來行見 火鍋正比度已經跟交通部來協調 有得到支持 火鍋正比度 國家要向行見在台九山的 關山地上這個路段 整路都是滴滴滴的公路 旁邊兩邊是中山 目前還在平古當中 專家分析說 臺灣西班部受到中國勃動的威脅 當部來增加戰比度 增進的時候 就等了多一個威鼻的地方 也可以利用中央山麵來做淹河 增加共軍引起勃到的困難度 從地形地貌來講 它是介於中央山脈跟海岸山脈中間 所以中央山脈可以阻擋 部分的那個彈道飛彈的來襲的彈道 那海岸山脈可以阻擋從海面過來的巡弋飛彈的攻擊 所以又給這個發動的戰備到更高的存活率 你已進入我空域 影響我非常安全 立即迴轉脫離 最近 共機來夭乱台灣是越來越熱撿 十月擠到擠沙 三天都總共有九十三的家庭 對這件事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波萊斯 他主動來出聲 路黨位在批評北京政府 他們來破壞苦惑的和平 他強調說 美方的山脈來協助台灣 來維持主母的方位能力 外交部也感謝拜登政府 可以來慶祭中國的一種撞渡的行為 記者中學報道